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iver们来跟我们聊一聊 从东京奥运的赛事当中 我们回看我们的职场有哪些时刻 其实也跟选手在战场上的奥运精神是相符合的呢 让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Giver来宾 大家好 我是巨人新业董事长秘书Ruth 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奥运 哈喽 大家好 我在银行业从事行销工作 我是Oliver 大家好 我是威廉哥的财快商道的作者威廉哥 同时也是一家外商在台湾区的财务长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am 我目前是在科技业担任产品企划的工作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这边跟大家聊一下 奥运的运动选手他们的精神在职场上的运用 今天真的非常欢迎四位来到现场来跟我们谈 就是刚结束的东京奥运 那想问一下大家 在这一场奥运的赛事里面 有没有让大家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场呢 我很好奇的Ruse 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就是戴姿颖的金牌赛 真的 可惜输掉了 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虽然输掉了 但我觉得还是很精彩的 没错 因为我觉得两个对手都有非常好的发挥 并且在场上面的来回的厮杀 让我觉得非常的刺激 而且他们比数很接近 就是有人赢了一分然后有人又立刻追上去 其实比分接近的状况下 其实看的就是职务的多少 职务多一点可能就会输了 决定胜负 所以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戴的这个金牌战 没错 那Oliver呢 我其实都有看 但是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李志凯的安玛 也是金牌赛 对对对 超完美的 其实我以前没有特别爱看安玛 因为我觉得安玛每次就是你已经进入状况 他就结束太短了你知道 就是所以 对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来看 可是我这次会看是因为啊 就是什么蹦出一个李志凯一档的人 我以前其实没有特别印象有这个选手 然后到金牌的时候 因为他其实是有预告说 他有加强难度 然后他的招牌是那个唐马士回旋 对对 所以我就特别想看说 他到底会用成怎样的那个模式 然后结果因为前面刚好又有几个选手在失误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 因为其实比赛现场 前面如果选手表现不好 其实自己可能也会有压力 也会害怕 也会害怕 所以那时候李志凯上场 其实我是很紧张 但我看他一开始就很顺 而且他们只有一次机会 只有一次啊 你知道李志凯 他在上次的那个礼宇 因为奥运的时候啊 他就是因为失误 所以他就根本就没有再往后再比 其实失误好像就不会赢了 要扣分扣蛮重的 他就比不下去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选手的心理素质真的很强 到后面可能不是只有技术啦 而是心理素质 而且你看他要怎么样不被上一次奥运的阴影 可以影响到 这很难 就这么一次的机会 所以那一场我也有看 而且那个时候 他就是完美落地的时候 我就快哭了 因为觉得就是先不管分数怎么样 但至少他把他自己的这个难度 还有汤马斯的回旋 就是表现到非常好 没有失误我就觉得他赢了 那个时候 是是的确 虽然最后他的比分也是以0.01分 非常非常纤维的差距 太可惜了吧 对 其实我真的没有很懂 就是英国跟我们到 就是那场安马到底赢在哪 因为可能我们外行人不是很了解 那微服的差距是差哪里 英国对手的难度是7级的难度 所以在难度的分数上面 我们本来就输 可是你看比分最后只有差0.01 就代表说我们在其他地方是 是有把他把这个难度的分数再补回来的 对啊 但我觉得我觉得那一场也是我印象 就是也蛮深刻 但是我真的 我自己最揪心的跟Ruth一样 就是小代的那一场 真的是 就是看完之后人生大启发这样 大觉悟 好那来问一下威廉哥你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李扬跟王麒麟的那个双打 因为其实两边对手都有在换队形 然后你会发现 球其实是 他有可能落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说他们的哪一场 对中国的那一场 金牌战 那你今天在看的时候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外行 可是你会发现 就像对手一样 他会把球会落在任何不同的地方 可是你完全没有机会 跟你的队友说 停下来我们先算一下 我们两个应该借位借在哪里 没有 一个眼神 看判断战局 判断你队友的情况 你就要把球接住 我觉得在职场上 如果有这样子的队友 你会觉得非常的幸福跟安心 这是我看的时候 心里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被他们两个的默契十足 给震折住 或者是惊艳到了 就怎么会有这么有默契的两个人 对他们的默契已经不是 不是技术上的默契而已 我觉得是身心灵吧 就是一个眼神的交汇 就会有一种 我补足你的弱点 你补足我的弱点 我们两个是互相的 back up的那种协调感 而且有时候是气场 就是你看他们一开始打的时候 其实就有那个气势 有啊 眼神超杀的啊 对 那个气势其实就会让对手 其实有点乱了手脚 我觉得 我是觉得他对中国的那两位 就是中国双塔嘛 我觉得那两位是不是 昨天晚上才刚吵完架 因为他们两个看起来 不是很合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这两个选手啊 他们彼此在看彼此的时候 好像眼神里面是有爱的 因为他们是国中同学 他们很少就认识了 而且我觉得这样 特别在双塔这种 需要非常高的默契 跟团队合作状况下 他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发挥 因为毕竟 比如说球落到中间好了 那我要完全信任我的队友 能够把他接下来 我觉得这非常不容易 而且第二件事情 那个时候是 谁是最适合接的 你只有那零点一秒的时间 要决定 而且不是两个人都撞上去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默契真的是需要时间的 就是你是要去抢 还是要去让 还是要去信任说 这个球别人会接 对 因为你两个人都让 这个球就掉了 就掉了 两个人撞在一起 这个球也掉了 所以到底是谁该出手 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一段 很长的磨合 那在职场上 如果有办法 有这样子的队友 那真的是太幸福了 那Sam你呢 你印象最深的是 哪一场比赛呢 我印象最深的 其实是在 南丹的桌球16强比赛 我们台湾的 庄志烟选手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 面对了对手 然后他就稳扎稳打的 把那场比赛给避完 虽然说最后输了 不过我觉得当下 真的是蛮感动的 你在奥运场上的时候 其实很常会看到 选手在中场的休息的过程中 教练可能会趁机 帮选手做冰敷 按摩或战术的讲解 等等的 然后庄志烟 他这些基本上完全没有 他就是默默一个人 在旁边休息喝水 而且他可能得要让自己 告诉自己怎么样冷静下 因为特别在某些 比较焦灼的时候 可能透过中间的 中场的休息或暂停 教练会叮咛选手 放轻松啦 或者是不要想那么多啦 或者怎么攻击 那庄志烟在这个部分的话 完全是没有人跟他讲 他就是在自己的小宇宙 他的脑海中 模拟我接下来 面对选手的攻击 要怎么样来防守 或者是回击 我觉得而且特别是 他其实已经第五次比奥运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奥运的这条路 他每四年一次嘛 他这样前前后后加起来 差不多20年的 他人生最精华的时光 都奉献在这项运动上面 而且运动选手 他的培养过程 其实是蛮孤单 也有很寂寞 因为运动的路上 其实你每天在那边反复的 做着发球 接球的练习 其实是很无聊 可是他却能够在这条路上 努力的坚持不懈 尽管他现在已经体能是下降的 而且他可能在世界排名的部分 也已经是落后于对手 可是他也是非常尽力的 去把他的比赛给打完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令人佩服的 对 而且因为其实他在大概2003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登上台湾最强的 男单桌球的选手 一路到20应该是1718那附近的时候 才被我们最近蛮红的那个 小林同学林云如新生代的选手 给取代掉 那这段期间 他其实就一路的一直代表着 台湾在不断的征战全世界 而且我觉得他除了当选手之外 他也很用心的培养下一代的选手 因为像他在高雄 他其实也用自己的力量 传承 对传承 他自己盖了球馆 然后希望培育新一代的选手 我觉得这 因为在职场上 其实我们还蛮常看到 有一些资深的前辈 也许他的经验丰富 可是他不一定愿意去教后竞争 因为他可能怕被取代了 怕我的技术被人家学走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教 也有可能 对 那中志愿至少他在选手的这条路 很坚持 不屑 而且他也愿意教别人 我觉得这会是在职场上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 嗯 好 那想问一下大家就是 那这一届的奥运啊 有没有让我们联想到 我们在职场上面 所发生的哪些时刻 或哪些事情呢 呃 我从Sam刚刚讲 分享的这个部分 其实有非常多的感动 第一个部分就是 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工 这个不畏寒暑 不断坚持不懈的练习 这其实对很多人 很多职场的工作者 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 就像做财务人员一样 每个月都在结账 每个月都看到这些数字 嗯 什么时候才看到会有感觉 什么时候才知道 运用各式各样的规则 就像在球场一样 球场也有各式各样的规则 能够灵活自如的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都是 需要时间去熬 淬炼 升华 提升 所以这种感觉 其实是很touch的 嗯 那我讲一个 就是我自己在 就是这一次的 这个奥运的比赛当中啊 我很深刻的 有一个感触 是我觉得体育啊 它真的跟我们的人生 很像耶 就是不管哪一个单向 可是像我这种 很外行的一日球迷 如果我看了 我都能够这么的 激动感动 然后就更不用说 那个平常就是 大家都有在follow 比如说可能有在follow 羽球联赛啊 或是其他的 单向的运动的 比赛的人 那为什么说 我觉得它跟我们人生 很像 是因为我前一阵子 有听到怪兽激励 跟体能训练中心的 创办人 何丽安 何博士 他上马利欧 陪尼喝一杯的 parking里面 去聊说 他认为啊 体育其实就是教育 它的核心本质 就是教育 那它是在做模拟人生 就是我们学习体育 并不是要去学习 那些技术 而是从这个模拟人生的 一个比赛 竞赛的过程当中 去理解 人生什么时候该放手 什么时候该进攻 去理解非常多 在其他的学术 学智体群美嘛 在其他五欲里面的 其他四欲可能没有办法 让你亲身体验的道理 因为有些人生的道理 真的不是用讲的 或是在书里面看了 自己就有体会的 但是透过体育的竞赛 却可以教导 教会人们一些事情 所以我自己在看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这个小代的金牌赛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两难的时刻 虽然小代对上陈雨飞 这是世界第一 跟世界第二之间的竞赛 今天不管谁赢了 或谁输了 我不是第一名 就是第二名 感觉好像都很厉害 那为什么要拼了命 去争夺这个金牌呢 我就产生了很多疑问 我是问我自己 不是问小代 我相信小代 他一定绝对是 有这个运动员的企图心 比赛就是要赢嘛 对但是很多 这一场比赛 很多为人诟病 或是比较有争议的点 就是在于陈雨飞 他很少发动攻击 他在这个冠牙军之争的时候 金牌赛的时候 会发现说 他几乎都是防守 接好每一球 小代的杀球为目标 而不是他要发动攻击 去打出一个小代 无法接的球 他很少 因为如果看小代跟 就是之前在四强赛的时候 他可能跟那个新度 或是跟伊瑟农 就是泰国的选手 他们在打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想赢的时候 哇塞 那打法就是积极很多 就是我有机会 我就杀 杀球 我有机会 我就攻击你 我就进攻 那个就是看得出来 是他们是 企图心 是自在赢的 就是我 我就是要赢啊 可是你看他跟陈雨飞 你就会觉得这陈雨飞他有想要赢吗 因为他的打法不像 可是最后他赢了 然后我就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到底看了什么 就是怎么会这样 因为小代他凌厉的攻击的时候 是很很积极的没错 但是反而 我们也失误很多 我记得之前 陈雨飞跟戴智颖在对战的时候 中场休息的时候 陈雨飞的教练 就跟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耐心打 等他失误 这其实就是他的战术 对 所以一直以来 他连贯到现在奥运 他在准备跟戴智颖的对战 我相信他也是 就是按着这样子的耐心 然后等对手失误 其实很多时候职场上也是这样 就是看你有没有 战战兢兢的去做好每件事 其实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失误 那再严重一点 可能就会失了 输了这局这样 虽然我很不希望小代输 可是不得不说 就是也让我去反思 对手的战术 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运用 因为其实以陈雨飞跟小代 他们两个对战18场 小代赢他15次 就是陈雨飞只赢小代三次 以过往的战绩来讲 这算是实力相当悬殊了吧 我跟你对答18场 我赢了15次 所以原本会以为说 这一场要拿下来 小代要夺金 应该不会太难 以过往他们两个的交手 对 可是这个是我们站在小代 这边的想法是这样 可是如果今天站在陈雨飞的想法 我就知道我可能攻击 我如果出手攻击你 我一定打不过你 因为你已经是世界球后了 我以前已经跟你较量过了 你赢我15次了 我不挑你比我强的地方 跟你正面对决 那我要怎么赢你 我想问大家 假设如果以小代这一场的话 他如果我们把它比喻为 企业的龙头好了 企业的第一品牌 跟第二品牌之争 我反而想要提的是 小代的部分 小代一路都攻击性很强 他在这一块很厉害 可是以体育赛事来说 年龄跟体能 慢慢会有一个极限的部分 这其实跟企业很像 你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就需要转型 可是如果小代用原来的打法 所以让陈雨菲 有机会用手势的部分 去消耗他 再去找到弱点 回头去踩他 但如果今天小代 在这个时候 他开始慢慢去做一些 策略上的转换 转型 把自己的 不管是让对手更捉摸不定 或者增加防守的部分 是不是相对来说 会有一个攻守意识的可能 所以这个其实回到职场上 也给我们自己提醒 我们到了不同的阶段 都要增加不同的学习 然后去转型 不管今天是扩大 我们的一个工作的广度 或者是说 拉高着在工作上面的视野 或高度 那才有可能在未来 生存的越来越顺利 我想回复一下 就是小代跟陈雨菲这个话题 因为他 一个是世界第一 一个是世界第二 我们刚刚讨论的点 其实是世界第二的人 为什么都没有发起主动的攻击 然后就是等世界第一的人 出现失误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这个其实在当下 是很好的策略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 大概前几年 台湾的电商大战 我觉得其实PC Home 在几年前的PC Home 其实某种程度像小代 因为他那时候 就是台湾电商最大的人 可是他可能在 一开始遇到虾皮 跑进来台湾的时候 我觉得虾皮某种程度上 很像是依色浓 或者是星度的选手 他就毛起来跟你打 他就用免运的政策补贴 所以那时候其实PC Home 在跟他打的时候 打得非常的累 打得很辛苦 对 B的PC Home得要毛起来 就是补贴运费啦 因为他其实补贴运费 是伤金伤骨的一个玩法 他就是完全是 削自己的肉 再赔给客户嘛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台湾第二的电商 叫做Momo 他那时候其实没有 跟这两家玩 他就默默在旁边 持续的发展 自己的仓储物流 因为当年的时候 PC Home 他之所以会成为 电商的龙头 一个是品项多 第二个当然就是 他的物流快 因为他是主打 24小时到货嘛 然后双北地区 可能是半天左右的时间 就到货 然后你可以退货 很方便 对 其实都非常方便 所以他那时候是龙头 那Momo在这一块的话 的确是不如他 可是他就是默默的 在旁边看 你跟虾皮打完之后 然后你没力了 你已经受伤 你虽然说 你的帐面上 看起来还是很大 可是他已经伤到 里面的骨了 然后默默就在这旁边 默默的把它超车过去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其实这也是 你说他都没有主动攻击 是他不想赢吗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 是他的策略 是 而且我觉得 对于龙头来讲 他就比如说像小代来讲 其实在比赛的当下 教练也有不断的安抚他 希望他节奏慢下来 然后你就好好的跟他打 可是身为一个 比较偏攻击型的选手 或者是你过往都有习惯的 对应的一个方式的时候 你在当下 要叫你做任何的改变 其实有点难 因为你要叫小代 突然慢下来 跟他慢慢的打 他说不定会突然 不太会打球 因为防守防脚的 我们事后诸葛 我们都知道 小代当天就也许 慢慢打慢慢打 可能就赢了 对可是你叫小代突然 他习惯这个模式 也许二十六七年了 你怎么可能 而且他过去都是靠快 而获胜的 那就是他获胜的方式 是 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PC Home的例子 PC Home他之前的 赢的方程是 我品项数够多 我的送货速度够快 可是当你的这个武器 被别人打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隐隐 他就是默默的 从龙头掉到第二的位置 但如果你是PC Home的话 你觉得他应该要怎么做 其实这就是事后诸葛 因为他现在已经输了 因为他当时候 其实我觉得 最主要错过的点 是在行动载具的发展上面 因为 其实大家都知道 PC Home的电脑版的首页 就万年的很丑 对 万年很丑 然后看起来他们老板 可能也没有想要救他们 其实在逐步 因为二零一几年 这个时候 刚好是我们 行动载具 不断的成长的时候 可是 PC Home在行动载具 那一块 他当时候的策略 也许就觉得 我的量体最大 我只要用免运 虾皮就被我打死 可是他可能错过的点是 我没有在行动载具 比如说 App的购物体验上 等等的 好好地去游 其实如果你有用过 像MOMO 或者是虾皮的App 来做购物的话 很顺 很顺 然后PC Home就是 不知道哪里卡 这一样 不是很好看 是 所以 那个PC Home 我觉得就像 小代的案例一样 你虽然说 知道对手 怎么样在攻击你 可是 我要突然 改变的时候 其实也是帮手帮脚 我觉得这待会 可能也可以 请教看威廉 我们有一个电商物流专家 是是是 对 我只想轻轻地补充一句话 因为我们刚刚 所有的讨论都在对手 但其实比赛的时候 两个人在对打 最重要要看什么 球 这个球代表的是产品 代表的是服务 代表的是客户 所以当你的 所有的焦点 都在对手身上 其实你反而会在球上面失误 我觉得 这个其实是给大家 不管在做生意 职场 或者是 甚至在运动赛事上面 最大的启发 所以 有时候 我听过以前 大家会开玩笑 很多公司都盯KPI KPI KPI其实是什么 在球场上 它就叫计分板 盯着计分板 球飞到哪都不知道 那还得了 所以 其实与其去盯计分板 它是一个落后指标 不如大家回头来看 球是怎么走 我要怎么把客户服务好 我要怎么把产品优化 我怎么把服务做好 那我觉得 那才是未来更大的一个战场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真是不真 不真是真 与其不真 故天下莫能与之真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 高度跟纬度 你其实已经冲到 第一名去的时候 其实冲第一名的人 永远不会再去看二三名 因为你已经知道 你就站在那个位置 你只要把客户服务好 你就可以保持领先 那我觉得是用这样子的心态 你的格局就可以放大 陈宇飞非常知道 我自己有什么优势 而你有什么弱点 就像Sam刚刚讲的 他的优势就是他年轻的体力 可能体力稍微好一点 还有他的优势 可能是他的手长脚长 他的战略位置 会很容易压制 小戴如果要打比较 刁钻的角度 就容易出戒 他就是跟你赌 对那 他也知道小戴的弱点 就是你可能已经很累了 我就拖到你很累 然后因为我手长脚长 我守得好 我就逼你打很刁钻的角度 让你去冒险 因为你冒险 你失误就会大 可是切回 如果今天你是小戴 你会不会去冒险 我自己看到小戴 到最后一刻 还是很凌厉的进攻 就是每一次 他都有可能失误 但是他还是愿意 去杀球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如果是我 我敢吗 还是我会因为 天啊 我刚刚已经送了他 三分四分了 我就不要再杀球好了 我就陪他慢慢玩好了 我觉得有些人 可能就会因此缩手 我可能会因此而害怕失误 所以我就干脆不要做 或者是我就很保守的 去采取一个最安全的方法去做 但是在某一些职务 或某一些任务的时候 他是需要冒险的 他也有可能因此而犯错 所以就会看整个团队的 容错能力 跟主管队下属的 这个容错能力 公司有没有一个支持的点是 我允许你为了追求更大的突破 所以你可以有犯错的机会 再从犯错中去做学习 小代这个比赛 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 后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网络上有流出来 小代跟其他这些选手的一些照片 有啊 他们私以下都是好朋友 就是私交非常好 这让我想到就是 商场上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跟竞争对手 可以是敌人 也可以是朋友 就我们是一个亦敌亦友的关系 我们表面上厮杀的要死 就是大家看着我们看到 就觉得 诶 怎么会这么 竞争怎么会这么激烈 比如说我们去参展 然后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摊位嘛 就会看到其实很多 我们的竞争对手 或甚至我们的客户 其实会到我们的摊位 彼此聊天 互相了解一下 大家的情报啊 或者是最近的也有什么消息啊 就是大家可以是很好的朋友 可是在很多时候 我们是竞争的关系 而且我觉得经过这一次的战役 我不确定小代之后 会不会再出战就是巴黎奥运 但是我相信他从这一次的赛事当中 他应该学到很多 其实某部分是非常替他开心的 因为你知道在运动场上 如果你一直赢 没有对手的话 其实很孤独 那未必是件好事 对你就是你发现 我居然还有一个 值得我去挑战 去克服的一个困难 其实那是幸福的 没错 一敌一游 这个也让我想到 就是那个 这一次奥运首位 获得柔道奖牌的杨勇伟 他得了银牌 我们第一面奖牌就是他 没错 超帅的 没错 你也是养太太是不是 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最后就是 他们打完之后 他虽然输了 他想把 他的对手就是金牌 高藤直授的手举起来的时候 高藤直授反把他的手举起来 就是表示对他的一个 肯定 敬意跟肯定 就互相举手 互相肯定 就是 就真的是那种 亦敌亦友的关系 我觉得表面竞争 但是 其实都可以发展成一个 很好的友谊 然后 互相学习 不管 虽然角色不一样 但很多时候 说不定 绕了一圈 你也会 有一天变成对方 那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职场的人际 你看是不是很重要 你在职场上面 你遇到的人 你真的很难说 以后的事情真的不好说 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 哪一个人 他可能会 变成你的贵人 没错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 在职场上面的形象 或者是在处理 人际关系的时候 真的是要保持一个 比较和善 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 没有永远的敌人 但也没有永远的对手 我有一个 我觉得很不错的 心法可以分享 但是从杨勇为登上发现 就是 其实应该是说 奥运的选手 每个人的最大梦想 应该都是得金牌 被世界看见 我觉得应该 大家目标都一样 杨勇为他曾经 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 他有提到 就是说 他其实有运用了 一个九宫格法 来帮自己建立一套 得金牌的一个训练规划 就是想要在奥运里 缔造一面金牌 那大家可以开始延伸第一圈 我要得到金牌 我哪些的关键的成功因素 必须先展开 例如自信心 我的技术 还有就是运气 想法等等 那可是这些东西 大家听起来还是觉得很玄 所以你应该要再展开第二层 比如说 我怎样 自信心 会表现得很好 可能就是我的训练要扎实 还有就是我要吸取更多 累积我打银牌的成功经验 或是我家人的支持等等 那所谓的九宫格的意思 就是说 你从最核心的得金牌为首 你去想周边的九个成功要素 它会很像心智图 很像心智图 然后九个里又各自 又有另外的九个 那训练方式其实就是说 你一个一个 一次就训练一个专注细节 然后达到目标 那当你就会从这个九宫格里面 去发现自己在某些环节里 找不到资源的 或者是说你比较弱的地方 那这就会是你强化 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我觉得讲回到职业当中啦 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 career的这个position 其实当你想要达到 一个终极目标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回过头来 应用这个九宫格 去帮助自己 就是在做这个工作上 可以更纯熟的一个方式 那至于什么目标 其实很多啊 比如说你想要 我讲自己好了 比如说我想要在 40岁的时候 升上经理 这可能是一个目标 但有些人不是 他可能就是说 我希望在我在这家公司里 我可以做出一个 想想叮当的行销专案 这可能也是一个目标 总之就是从你最想要的 核心目标里 去往外应用这个 九宫格的一个套路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 比较少人在分享 但我觉得其实这一块东西 是还蛮有用处的 我想echo一下Oliver 刚刚提到的这个点 其实比较近的方式 可以去看的 其实是绩效管理 其实你会发现 大家很习惯 就是在年初一二月 把绩效表格打开 目标 然后跟老板填目标 填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让他躺着 睡睡了十个月 之后到年底的时候 才又打开 然后这中间 永远是把头 埋在沙子里 像鸵鸟一样 因为很怕 老板年初给了我这个专案 但老板都没有问 好棒 对的确很棒 等到十二月的时候 没做完是谁的事 自己的事 那这个过程中 你其实就可以跟老板 老板说 这个专案要做好 老板什么叫做好 准时交道做好 还是 我做了一个促销 所以很多客人买 叫做好 还是我做了一个活动 很多粉丝流量 叫做好 那这个都是可以去问的 然后接下来 什么时间点要做好 可能老板都没有讲清楚 但问不问在自己 做不做也在自己 不然年底 就跟自己的烤鸡 还有跟自己的奖金 过不去 所以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对自己的绩效 对自己的目标 是很有影响力的 讲到设定目标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因为奥运四年才一次 所以每一个选手 对于他们自己 到底想要有什么样的目标 跟什么样的夺牌的 那个计划 我相信是非常清楚的 也就是说 他们在这四年当中 自己逼着自己 或者是有人逼着他 会一步一步的付出 努力 然后朝着那个目标前进 而且他们很忙耶 他们在奥运之前 还要参加其他的 亚运啊 市集赛啊 对 就是超多的比赛 就是为了铺垫 下一次的比赛 但妙的是 就是工作上面 如果当没有人 给你目标的时候 你自己会被自己定目标 我觉得其实就像 刚刚Oliver 或者是威廉大哥 他们刚刚讲的 自律 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目标 不然你不知道你在忙什么 或者是 这就只是一个工作而已 它不会变成你的事业 它不会变成你真的有热情 有热忱想要去追逐的 你看不到那个后面 有一个愿景 或者是你将来 可以到的那个地方 你没有这个目标的时候 你就很难在你每一天的工作当中 展现出这个热忱也好 或者是努力也好 甚至很难会有一些突破 所以想要鼓励大家的 其实也是 就自己应该要 在工作很多年 或者是一些情况 一些职场上的经历之后 可以去 不管问主管 或者是问同才 或者是 你自己有没有看到一些 你可以学习的榜样 然后跟自己说 可能像Oliver一样 我可能40岁以前要做个经理 或者是我到底有没有一个 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然后自己可以现在开始就努力 一步一步的往那边去 即便没有人给你一些鼓励也好 或者是目标也好 但你自己对自己很清楚知道 你三年后五年后你会在哪里 我想要补充一个干货 这是我自己在用的一个工具 其实我通常的习惯是这样 年底跟老板打完这个烤鸡目标出来之后 我就会看到哪一些目标 其实是有亮点的 那接下来我不是把那一个 直接盖起来系统关掉 我会把这个 腾在我未来的履历表上 也就是说 我就开始去想象 在明年的这个时候 它已经是我身上的一个奖杯了 然后我也会去从这个角度去看 如果我要做到这件事情 我需要哪些资源 我需要哪些学习 执行计划 我需要哪一些证照 我会把它顺便填进去 那年底的时候就有一个对照 就是今年终于过完了 我当初计划中的履历表 我写得很高兴的那几条 最后是不是真的可以写上去 那我今年已经过完了 我想要的代表作 我是不是做到了 那我觉得从这一个自我管理的角度 其实是可以随时在提醒自己 自己在什么样的道路上 然后再持续的前进 我觉得杨永伟的那个九宫格法 就是一个很很棒的一个 把目标具体拆解细项任务的执行计划 而且执行计划定出来 杨永伟本人也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 对他真的一个一个去做 实力就是这样累积起来的 自信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我还有一场比赛啊 我觉得印象也是非常深刻 就是人称小林同学的林云如 他在 天才少年 对他在南丹的这个四强赛的时候 然后就已经遇到的是世界球王 樊振东 对 然后那一场啊 其实我觉得打得非常的精彩 他们是厮杀到最后三比四才输掉的 而且特别是以他的年纪 还有他的世界排名 他可能在面对球王的时候 正常人啊 应该是要感到害怕慌张 我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打 因为论 世界第一耶 论知排辈 论能力过去 我理论上我不应该赢得了他 老实说 然后可是他却是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害怕 特别是在镜头转播下 其实他的表情 他真的是没什么表情 就是胜不胶败不奶大概就形容他的脸吧 就是至少我们在外表看起来他是非常任何 他很平静的 非常平静的 然后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互有领先跟落后 那其实他就算是落后的时候 他也没有 正常人来讲 我可能面对的对手是世界第一 我可能输了一局之后 我可能就慌了 我不知道怎么打 可是还是不断的追 不断的追 虽然说最后三比四输掉了 可是我觉得这在过程中 对于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来讲是很不容易 而且他特别是在我们后来的男团的一个团体赛制当中 他又再次的面对到他曾经输过的对手 奥恰洛夫吗 对 可是他在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 不过就是可能前几天的事情而已 他也没有把这个心魔放在心上 他还是很认真的去打 而且还打赢了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 那他有让你回想到你的职场哪些片刻吗 我觉得我在刚进到职场的时候 我可能在面对比较资深的前辈的时候 我一开始其实也会 我会自己吓自己 觉得我好像因为我年纪小 没有经验 我面对到一个可能跟我竞争的人的时候 我会不知所措 就我没有道理会赢 那我该怎么办 就是会有点惊慌 不过随着我觉得工作久一点之后 会渐渐知道说 对手很强很厉害 经验比我老 好像也不一定百分之百会赢 那既然我还有赢的机会的话 我就会努力的去分析对手 他可能 可是你的工作在什么状况下面 需要跟人家去争输赢 你的其他的同职务的人 你得要争绩效争表现 争专烂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很菜对不对 一开始刚出社会的时候是 对 可是时间比较久就觉得 我没有输的道理 我年轻我可能就是 就像林云如他可能当时后 内心我不确定他真实想法之后 他内心可能就觉得 我年轻我体力一定比你好 也许他是用这样的话语来鼓励自己 拼到最后一刻 我觉得打桌球的人啊 他们能够成为国手 一定有一个地方比大家 就是比其他运动的项目 还要更需要要求的就是他们的专注力 因为我看那个打桌球 真的你的眼睛全部就只能盯着那一颗桌球 因为桌球速度之快的 因为他的那个球桌的那个大小很小 比起羽球至少我还可以站起来挥 羽球飞是有速度的 也许几秒钟的时间 那个桌球根本最后 桌球的瞬间可能一秒 都是靠反应在打的 这是靠自然反应在打 所以我猜他当下也没有想 他没有办法想到其他的 他只能够全神贯注在 我即将要发的这一颗球 或对方即将要发的那一颗球 只有在当下 因为我看那个桌球 最后的那几强赛的时候 那球快到我都 我都看不清楚的时候 他们已经出手 你们不觉得有一种这种感觉吗 就是他为什么这样挥 我根本看不到球在哪 而且我觉得林云如很了不起的是 赛后有记者问他说 你可以评论一下樊振东 就是这场球打得怎么样 他说我有资格评论他吗 他有讲了这句话 我觉得他 真的是很谦虚的孩子 他非常谦卑 而且他的父母就是教职员背景嘛 他们他爸爸也有发了一篇感谢的文 其实从他爸爸发的那个文当中 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 小林同学他可以在那样子的场合 然后说出这样子的话 完全就是自然的反应 到底是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他爸爸说了一句话就说 之所以他儿子今天能够走到奥运殿堂 一定不是他自己一个人 或是我们这一家人的力量可以完成的 就像陈之凡说的 得知愚人者太多 所以要常常怀着感恩的心 他也期许他的儿子要敬天敬人 也就是说他在面对很多人 或者是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们抱持的都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 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然后在职场上 其实大家可能也会陆陆续续遇到一些 你们自己觉得厉害的人 那我觉得唯一有一个共通不变的一个原则 就是他们其实都是非常谦卑的人 就是唯有这些谦卑 他们不断的看到自己的弱点也好 或者是可以改变的地方也好 他们会常常检讨自己 这是一个习惯 这不是别人叫你检讨 你自己检讨 而是他们每次就是 都会抱持着一个学习的心 不管你年纪多大 不管你是不是我刚认识的 我就是想要跟你请教 我就是觉得你的生命应该有些地方 可以让我学习 我觉得让我想到王麒麟 因为其实林云如跟王麒麟 他们都是算是有 我觉得他们算是先天条件非常好的选手 就要嘛就是出身世家 比如说桌球世家或羽球世家 要嘛就是他们从小就是天赋异禀 他们的资质 优秀的资质很早就被发现 或是英雄出少年 就是少年成名了这样子 可是啊你刚刚讲就是林云如 他在赛后的一些表现 我之前曾经看过王麒麟 他在那个泰国有一场年终赛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打败 他们也是得金牌 也是领羊双人组得金牌 他们打败了 以前他们很仰慕的对手 那记者就问他们说 你打败了你以前仰慕的目标 你现在打败他了 你有什么感觉 然后他的回答我觉得超有智慧的 他就说我不觉得他们是 我们是真的打败他们了 因为其实应该要说的是 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他说我跟李扬以前在看影片 都是在看他们的影片 跟他们学习 今天只不过是我用 跟他们学到的东西来挑战对方 来试试看我们是不是真的 有学到一些什么 对所以能够跟他们对战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你看多么有智慧跟高度的一段话 不仅也帮了对手 就是落败的对手留了面子 然后他们还非常谦卑的说 我只是把我过去 从他们身上学的 今天把他体现出来而已 所以真正强大的人 他们都是非常谦虚的人 其实林云如他在一天前 因为我已经追踪他的IG 他发了一个IG在一天前 他其实就有提到说 他这十多天来的比赛 心情当然有高有低 因为有赢可能也有输 然后有一些舆论什么的 有不甘心等等 但是他觉得 他为什么这么有办法接着下去 就来自于他对桌球的热爱 这件事情可以引领着他继续探索 其他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他其实引用了一个 诺贝尔得主讲的一句话 自我名利 叫做你若精彩天字安排 那我的人生的奥运之旅 先画下斗点 期待未来有可以创造 更多的惊叹号 其实从这几行字 你可以秀出几个道理 一个就是说 他呢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 要一直被失败给绑住 其实应该就爬不起来 就是说你的这个失败 里面的心态调整 必须是非常的快速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 要看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热情到哪里 因为很多人在职场上 可能比如说 你只是为了想要得到老板的关注 或是你只是想要 今年考基打架 这样子的东西 当你今年没有打架 或是老板今年爱的是别人 其实你的热情 跟你的专注就会下降 但是如果你今天回归 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工作 或是你做的这个专案 即便你暂时没有得到任何的关注跟分数 但其实你还是会继续持续下去 对所以我觉得工作 这条路不好走 因为其实很多人在某个关卡 就会想要跨领域 或者是他会遇到工作倦怠 那你有没有办法一直去秉持着 你对某件事情的热忱 然后并且在失败的时候 快速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再继续往前走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 但是是非常的值得大家的学习 可是你知道工作倦怠这件事情 其实有时候或许可以透过 暂时的离开 来做一些平衡 因为我觉得像李扬啊 就是林扬的双搭档 其中一位李扬 他曾经就有讲过 他曾经是想要放弃羽毛球的 原因是因为 他就是属于地材类型的 他不像王麒麟 王麒麟他们两个是国中同学 可是王麒麟在国中的时候 早就是校队了 高中就进入甲族 那李扬呢 伯伯都是国中同学 他却怎么练都进不去甲族 所以他就会比别人付出 更加倍的努力 他的同学回忆到 他以前在练习的时候 都说李扬是永远都是练得最喘 然后练得最晚 最累的那一个人 所以其实在努力的程度 他已经付出比别人 百分之两百的努力了 那有一次是真的非常的累 让他觉得说 我不想再练球了 因为可能整个体力透支了 你知道人就很像我们 有时候可能真的很拼命的加班 或者是很专注的在做一个专案 你把自己燃烧到 殆尽精疲力尽的那个状况 你就会萌生说我不想做了 或者是我真的好累哦 我想要换工作 我想要离职 我可不可以再 不要再过这样子的生活了 那李扬他其实也是 当时也是一度想要放弃 然后最后呢 心理影响 心理影响生理嘛 他最后因为太勤劳的 就是太过度的去练习 他就得了疲劳性的骨折 他其实受过一个蛮大的伤 那这个疲劳性的骨折 等于老天爷逼他休息的意思 所以他确实有一阵子 是完全没有办法出赛 在家休养 是没有办法去练习一场 连练习都不行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那他就站离了球场之后 他才发现自己有多么的热爱羽毛球 而且他那个时候 怎么练都进不去甲祖 自己又受重伤 连他爸都跟他讲说 我觉得你不是打羽毛球的料 你知道他那个 所有人都不看好他 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 可是他心里面 就是更加确定说 我一天没有打羽毛球 我真的浑身都不对劲 我真的不想要放弃 因为我发现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这件事情 这个运动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在工作的场合里面 你可能觉得 你厌倦了 或是你倦怠的 也许我们冷静的想一想 或是你让自己 有个机会去放个长假 就是真的是离开 离开你原本的工作的地方 你才会发现说 你自己到底是不是 真的喜欢这份工作 因为或许 并不是你厌倦 而是你只是太累了 你之所以太累 有可能是因为你过去 太过度的去 你太认真 你太过度的去操劳到你自己 这个是我从李洋身上 我就发现说 其实他也会有职业捐带 我们也会有 那他的方式是 他就真的让自己两个月 不过他是因为受伤 他这次离开球场 他才重新充电回来 他才重新调整好 他自己的心态 去面对接下来的练习 上届的里约奥运 很少四金一桶的 美国体操好手 Simon Biles 他其实就是 这一届东京奥运 就宣布他退赛 原因就是因为他说 他觉得他的精神状态 不太好 他要选择 关注他自己的身心健康 所以在大家都看好 他夺金的状况下 他宣布他退赛 其实就是因为 你刚说的这个健康的这一点 就是说 到底在选择这些压力 或者是倦怠也好 或者是这些 自己能不能够附和 自己在衡量的这个过程 这是怎么选择的 当然后来他 过了几天之后 有一个体操的项目 他又复赛 然后得了一个铜牌 就应该是说 只要他比的赛 就一定会得奖牌啦 只是他就是因为 他觉得他要先顾好他自己 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人生有时候可以缓下来 没错 而且当你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 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就这样嘛 因为工作 不会永远都是快乐的 人生也是 他可能在某一段时间 你就是没办法 你就是要特别的拼命 创业的人可能更有感 有时候那个会 让你自己怀疑人生 因为你已经拼到精疲力尽了 你会觉得我已经长时间 长年都处在这种高压的紧绷的生活 那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不是 对这件事情 这个工作有兴趣 你在怀疑的时候 像戴滋影啊 他国小六年级的时候 也是因为练羽毛球练到 他觉得别人小朋友 为什么都可以去玩 我下课之后还要打球 每天还要打个好几个小时这样练 他觉得他很累 他就跟他爸讲说 我不想打了 我想要像其他的小孩子一样 我想要跟他们一样 下课看电视去玩吃饼干 不要再一直叫我去 只能够去练羽毛球 他爸就跟他讲说 好啊 随便你啊 你不想打就不要打 结果果然 接下来的一个月 他每天下课都很开心 去做他任何想要做的事情 就摊在那里看电视 不然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大概一个月后 他就觉得无聊了 他开始想念 在球场上面 挥羽毛球拍的生活 他才发现 他自己对于羽毛球的热爱 不是来自于别人给他的 这一次他再拿起羽毛球拍 就是他自己选择的 而且他拿起之后 这再也没有放下过到现在 我不知道大家 在这个球职上面 有没有曾经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确定 我自己要做的方向是哪一块 对 那我想起了这一次 我们的女子举重的金牌 我们的女生 郭信纯 他其实还蛮妙的 因为他其实从国小国中 他的志愿都是篮球跟田径 他其实以前是最喜欢篮球 然后最想要练田径 他以前也都是练田径的 那他为什么会变成去练举重 原因是因为他误听了 就是听错了教练的一句话 当时教练是问他说 田径跟举重 你选一个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听错了 他听成要练田径 就要一起练举重 而且他是到很后来 就是长大之后 才发现他听错了 所以他其实 他其实后 这是小时候教练 叫他选的时候 他就两个都一起练 那有一次在全中运的时候呢 他本来是以练田径为主的嘛 因为他就是很喜欢跑步 但是就在那一次的全中运 他是第一棒 结果掉棒 掉棒导致全队的人 就是也没有办法进决赛 因为就第一棒就掉棒 这个一输就 比输就拉开了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难过 他还跟自己讲说 我不要练田径了 因为太挫折了 花这么多时间去努力 准备的一个比赛 竟然因为自己的失误 然后就没有进入决赛 可是就在他这个 宛如掉到地狱的这一天 就是他掉棒的这一天 他很难过嘛 想要放弃练田径 那隔天他还有一场比赛 就是举重 因为刚刚有讲 他其实两个同时练 所以他两个都有参赛 他隔天的举重的比赛 就拿下了金牌 他当时也自己觉得 这是老天爷 如果要关闭我 这个练田径的这一个生涯 但他却开启了我 另外一个举重的人生 所以他是误打误撞 发现自己在举重的天分 因为他其实在训练的时候 并没有花太多时间 在举重的项目 而且他自己本人也说 他一开始是不喜欢举重的 只是因为他听错教练的指示 他以为要一起练 所以他才去练 所以我就在想说 会不会当我们不确定 自己的天赋在哪里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的天赋 可能跟我们自己想的不一样 因为如果以郭信存的例子来讲的话 他一开始最排斥的任务 却是他发挥最好的舞台 谁想得到 他自己本人都想不到 对他也不知道 他原来有举重的天分 他以前以为自己是在篮球 跟田径上面 是可以发挥的 所以让我回想到的是 在职场上面 可能有时候我们接到的 某一些任务 真的不是我们一开始 所喜欢的 对可是 这个困难的任务 如果我们不去做 我们永远不知道 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 这个相对陌生的领域 我们到底可以有 什么样的能耐 我觉得这是取决于态度 因为如果今天 他的教练叫他 连举重一起练 他如果也是摆明 就是我摆烂 反正我随便练 我也不想要去参加 什么举重比赛的话 那我相信后面 他也不会有拿金牌 的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金牌 也不是随随便便 就可以拿到的 你还是要付出 一定程度的扎实的练习 对可是今天来了一个 他不喜欢的任务 如果今天是在职场上面 我们用这样子来比喻的话 他还是去把它做到位了 他还是去投入其中 去试试看 而不是我就摆烂 所以他才意外的发现 自己在举重领域 竟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能耐 那最后当然 他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了嘛 我就觉得 哇很妙耶 就是你看有些选手 他是一开始就立定志向 像刚刚讲的李扬啊 王麒麟啊 小代 他们就是从小 就是很热爱羽球 或是林云如 他就是很热爱桌球 可是郭姓纯不是 他以前是讨厌举重 但没想到 这么排斥的一个项目 竟然可以让他 拥有最高的成就 奥运的金牌 你知道其实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小插曲 就是顺着刚刚您讲的 就是说他很讨厌举重 但他后来 怎么样说服自己接受 其实那个原因很单纯 就是你知道 原住民其实就是乐天各行 他觉得举重都可以吹冷气 就是说 其他的运动项目 大汉小汉在外面 累得半死 但是举重 一直都在冷气房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心愿 让他支撑 为什么愿意去练 那其实 的确是啦 就是说其实 喜欢跟适合 一直都是两件事 像大家其实很多年轻人 喜欢看歌唱节目嘛 其实那个评审不是都会讲嘛 就是你喜欢唱歌 跟你能唱歌 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记得我以前 在念硕士的时候 其实我修了非常多 HR的课 但其实我没有 我没有说我要当HR 只是我对这个科目很有兴趣 所以我几乎能选修的课 我全部杂在人资管理相关的课 所以我毕了业之后 我去应征了很多公司的HR 我曾经应征过鸿海的 或是应征一些外商的HR 当时就我都没录取 可是呢 当时面试我的这个协力 他们都非常的 中肯的告诉我 他就说 我觉得你应该更适合 做行销 但他其实没有告诉我 原因是什么 但我怎么体悟的是 因为我面试了好多公司 怎么都跟我讲一样的话 然后我就觉得 我明明就很适合做HR 我哪里不适合 可是大家都说 你好像更适合 所以你会发现职场上 其实不是找最优秀的那个 而是它是 把你摆在更适合的位置上 最适合的位置 所以为什么你会对自己 有这样子的一个 错误的认知啊 因为两件事 一个是说 你在修HR的课的时候 你觉得你很开心啊 你一点都不排斥 然后第二个是 这么多科目里面 HR的表现就是最好 所以你就会从里面 得到成就感 得到快乐 所以你觉得 这个就是我这一生 要做的事啊 那个时候你有修行销吗 我有修 但我觉得我HR更开心 了解了解 对 那所以就是说 有时候就是 还是跟着机遇走啦 你讲的那个点 就跟幸存很像 因为幸存 他最喜欢练篮球跟田径 我相信他也是最开心的 可是以事实结果来看 他并没有在篮球 或者是田径的领域 有比别人更卓越的表现 等于说在选择战场的 这一块 或许 那个他可以当兴趣啦 对 但是如果要成为事业 或是职业发展的话 那可能不是最适合 他的一个战场 那我觉得有一句话 很适合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当你的才华或野心 称不上你的目标的时候啊 那这时候你就应该要考虑 就是停下来学习 或者是再转换目标 那个我想到就是 很有意思哦 我们现在刚好在做组织架构 就是调整我们整个的组织 然后我们再摆一些主管 就是可能随着团队越来越大 我们需要有一些人上来做管理职 那在晋升的过程中就会发现 有时候管理是意愿跟能力 就是你有意愿 但你有那个能力 有时候是很有意愿哦 我很想要成为一个管理职 我感觉我可以帮带着团队 做很多很多很多 但有时候是有那个能力 没那个意愿 就是我明明就是一个 很适合做管理的这个角色 但是我就是不想 我就是想做我 乖乖做我的产品 我就是想钻研我的技术 并不想管人 因为觉得人太复杂 所以在整个调配的过程中 要遇到又有意愿 又有能力的人 然后把他放在对的位置 才能有最好的发挥 因为管理其实 有时候需要一些技巧 然后也需要一些 甜粉或者是能力 不一定是 只要我有意愿就好 可是在坦白讲 从小公司到大公司的过程当中 很多主管是 有时候是没办法 或者是我很想要挑战那个位置 但其实我不知道我没那个能力 当我又没有继续学习的时候 我就会成为那个 卡在中间的那个人 就下面的人上不来 上面的人资讯传递不到下面 就会变得非常麻烦 我还要想要分享一下 一场比赛 他可能关注度没有那么的高 是我们有台湾最速男称号的 这个杨俊涵 对 然后他这一次在东京奥运 参加的是100公尺的短跑的比赛 可是如果你摊开历届以来的 短跑的这个比赛 基本上能够得奖的大概 大概就是黑人为主 那就算不是黑人 他可能也是非裔 或者是什么样裔 然后某一国人这样子 那我会很敬佩他的点就是 他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他成名是在斯大运嘛 他斯大运的时候跑出了 10秒22左右的成绩 获得斯大运的金牌 在100公尺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可是这也大概就是 他最好的成绩了 可是大家知道的是 如果你要在奥运的殿堂上 在白米这个项目的牌的话 原则上大概就要有 9秒多的成绩才有机会 所以我会很敬佩他的是 原则上就我们的先天 我们大概就是跑不到那个数字 可是他还是不断的努力锻炼自己 在这一条白米的路上 愿意的去努力 其实我也很好奇 大家如果在职场上 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告诉自己 虽然说我先天可能就是办不到 我后天再怎么努力 也许还是没办法超越 这个领域的厉害的人 或者在这个产业厉害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告诉自己在这条路 继续努力下去 还是应该要像郭信纯那样子 我们就改练别的专项 对 我今天也想要跟大家讨论看看 我刚刚其实听到 这一个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是 我们其实有一个假设 只是需要被挑战的 也就是所有跑白米的人 他的目标都是金牌 我做一个比较商人的假设 即使我拿不到金牌 我有够多的知名度 我有足够的知名度 可以接得到代言 可以接得到广告 可以有一定的收入 可以让我维持在这个圈子里 对我来说可能已经够好了 OK 所以到底目标 是不是一定是那个金牌 是我们这些看奥运的人的假设 但其实以球员 经营个人品牌的角度来说 这是不是一定他最终极的目标 其实每个人应该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考量 而且有一些运动员 他可能真的再怎么样跑 可能也就是跑步赢 历届的可能一些飞翼 或者是一些有色人种的一些选手 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战场上的常胜军 但是他可以跟自己的最佳记录 去做竞赛 因为如果拿一个比较极端的反例 就是郭信纯 他其实在59公斤量级 他根本没有对手 他还别人还差 他差一大截 这个套具Sky哥哥的话 就是车尾灯都看不到 对但那你说 如果郭信纯的心态是 那我还要比吗 就跟很多金曲奖的歌后 那个每次他只要一报名 那个金曲奖一定都是他拿走 到最后将会不就是退赛吗 就是我不要再参加了 应该要让一些舞台给其他的人 因为我得过太多次的字 对我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 可是为什么郭信纯还是要参赛 而且他参赛他有说过 他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拿金牌 因为金牌在他第一次举起来 那130几公斤早就落袋了 他要的是他要挑战 他过去创下的最高纪录 141公斤 虽然他挑战失败 但是他其实心里有一点点懊悔 因为他在意的是 他有没有挑战自己成功 所以如果回应到 刚刚Sam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果在一个 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拿到世界第一 或是打进前三名 我有什么理由还要参赛 或者是或许就是跟自己比吧 其实我echo一下 就是前面所讲 其实我觉得是 我偷一下李扬讲过 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决定 我们的成绩啦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 我们在比赛中的样子 其实我觉得或许 或许选手他当下 他可能也许啦 好这我推测 也许他知道 他可能没有办法 赢过这些飞翼的选手 但是他可能 希望大家永远记得他 或者是他因为有一股 很热忱的目标 所以他愿意一直坚持在一个 他可能不会觉得赢的路 那所以其实某种程度 其实结果当然不如预期 但是其实过程中 也许他得到满足跟成就感 那这也许就是 每个人在工作上 所追求的地方不痛而已 可是我真的必须讲 我觉得这个金牌 奥运的金牌 全世界只有一个 但我们如果回到商场上 不好意思我的背景 还是比较偏商业 我觉得商场上 你不会说 我今天不是市场第一品牌 所以我就一定要退出市场 我也不会说 因为我赚的钱没有比 我是一个会计师 我赚的钱没有比 最知名的会计师赚的多 所以我就不干会计师 不需要 我还是有足够的收入 可以养家糊口 所以那一个金牌 到底代表着什么 其实是我们要回头来 问问我们自己的 我们真的需要他 还是他是个陪衬 我某个程度上 我必须去质疑这件事情 因为人生还是要往前过 我就是没有拿到金牌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 跑步这件事情 而且我每年都在挑战 我过去的记录 我觉得这其实 他就是有在追求卓越的路上了 没错 所以在职场上 特别我觉得不要比较 就你不要跟别人比 其实就是要跟自己比 我今年有没有比我去年更进步 在这个我的领域里面 我有没有更扎根 我有没有看事情的高度 又再提升一点 看问题的深度 有没有再深一点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 而不是 因为有比较就一定有好跟不好 比较是相对的 对 而且是一时的 没错 嗯 没错 好 而且对方的优势可能不见得是我们的优势 那这个场子是不是我们的主场 不一定 所以人家才会讲 就是胜败乃兵家常事 意思就是 有可能这一局我完输了 有可能我这一局我完赢的 但是不能得失心那么重 一输了就开始跟人家互施互扯 我们在职场上开会的时候 很容易遇到这种状况 有人就会非常坚持这一局 一定要吵到赢 你可能在这一局就是没有机会赢 但不表示这个场子 你没有机会找回来 而且你输了比赛 不要输了人品 我觉得在职场上面 这个人品是最重要的 个人品牌的一个mark 可是我自己在往后面看的时候 除了这个考量之外 是你只输了最前面的这个 你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把所有的赌注 筹码都压上去吗 对所有的运动员来说 健康最重要 他不会用瘦 会让自己冒着高风险受伤 甚至职业生涯 从此以后完全中断的风险 只为了赌一场比赛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要站在比较有高度 稍微后退一点的角度 去看待他 那才有机会做到长期的发展 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 就是跟我们一起做精彩的 奥运回顾的赛事分享啊 还有一些观赛心得 以及怎么样让我们联想到 我们职场上的奥运时刻 那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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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